这一幕非常经典的《官场现刑记》 上星期,国家官媒、人民日报及新华社 强硬开康直戚香港的教育独楼《教协》 我们的官忽然间好像愚梦初醒一样,打针都没那么快 立刻宣布终止教育局与教协的一切合作, 并着手调查教协有没有涉及违法的行为。 教协由多年前开始静静洗脑起革命, 到了占中时大张旗鼓煽动学生, 甚至在黑暴期间公然撑暴力枪违法。 很多市民、议员、政党、人大政协、建制媒体等等 已经日复日、年复年批评了N多次。 但政府一直当作耳边风, 你们有你们骂,他们不单没有采取行动, 原来还一直与教协合作,直到阿爷发火了。 踢一踢才动一动,总是最大的踢才动。 官媒不留情面地发声,教育局才立即行动。 只是出一招,已经吓到教协跪地求饶, 向天发誓自己一直反港独,从来没有煽动学生。 我们叫了N多年,教协是教育的祸根。 但原来,教育局就一直与这个祸港组织紧密合作, 包括承认教协举办的教师培训课程, 委任教协会长冯伟华作为教育统筹委员会的委员, 委任教协的代表作为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的委员等等。 不要看少这些合作关系,其实这些就是教协的生存命脈。 因为教育局规定,每个在职教师每年都要完成一定时数的增值课程。 这些课程,有些跟教学有关,有些就是个人知识的增值。 例如,如何辨识情绪病,简单的法律常识, 带学生出游时有些保险衰资等等。 这类课程,教育局有办,但教协办的更多,题材更多元化。 所以,很多教师报读。 从前,教协没有露出狐狸尾巴, 教育局当然可以视它为教师培训路上的合作伙伴, 于是可以认可他们举办的教师培训课程。 但问题是,2014年占中之后, 全世界都看到教协就是善暴者, 是教卫老师、教卫学生的其中一个罪魁, 但教育局竟然无动于冲,继续跟他们携手合作。 不单只合作,还赋予无上的权力。 政府原来一直委任教协会长冯伟华作为教育统筹委员会委员。 这个位置不单只可以就着教育政策向教育局长提意见, 更有权分配一些教育资源和拨款, 也可以定期取得教育会、职训局等教育组织向政府提交的内部报告。 即是说,冯伟华可以直接第一手知道所有教育的新政策和信息, 从而调整教协的工作和他们赚钱的路向。 另外,关于教师失德。 如果有教师失德,市民可以向政府的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投诉, 由这个会去负责调查和聆讯。 但原来,教协一个研究部的主任竟然是这个操守议会的成员之一。 于是大家就明白, 为何所有投诉老师宣传黑暴、中暴、甚至大学生参与暴动的个案, 很多都石沉大海。 因为,朝廷有人好办事嘛。 还有,教育局会接受教协转介的投诉个案。 比如,老师被人炒,就会找教协出头。 于是,教协就会帮忙投诉去到教育局, 炒老师的校长就一身矮了。 教协之所以能够成为陀地,全靠教育局积极配合。 如果不是阿爷出声,教育局被逼出手处置教协, 市民都不知道原来陀地背后一直有政府在撑腰。 这是一幕摊为官子的官场现刑记。 教育局一朝解决了教协,同时也暴露了和根, 是谁令这些为害孩子的组织坐大呢? 大家有眼看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